老板英雄回忆 波比 别看现在的波比是个坦克 但他曾经可是全联盟最强大的后期英雄 被动技能英勇战士 堪称bug一般的存在 所有对波比造成超过当前生命值10%的魔法和物理伤害 全部减少50% 所以波比的血量越少就越能扛 Q技能毁灭重击 波比猛砸敌人造成100点伤害 外加目标8%最大生命值的魔法伤害 是波比的主要输出技能 配合三项或者巫妖 一锤子下去半管血就没了 W技能德马西亚光辉 波比获得25%的移速加成 持续5秒 E技能英勇冲锋 波比冲向敌人 并携带他们继续冲锋一小段距离 初始伤害150 后续撞击到障碍物 将额外受到275点魔法伤害 并眩晕1.5秒 R技能外交豁免 波比8秒内 免疫除了他目标以外 任何敌人的攻击伤害和技能 正是因为被动和大招外交豁免的存在 让波比不用出太多入装 尽情的堆输出 在后期团战中也能拥有不俗的生存能力 团战给辅助套上大 然后死坠着对面的C位猛锤 对面却拿你毫无办法 但波比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 就是手太短 容易被封整 对线棋很容易被打爆 根本不能拖到大后期 游戏就结束了 所以即使波比是当时最强的后期英雄 也不能摆脱他成为超级冷门的命运 终于2015年12月15日 波比重作